嗨,欢迎回到九九的油管频道 那作为一个妈妈又是小生意主 又是油管博主 真的是根本忙不过来啊 所以呢我最近在忙一件事情 就是把我零散的工作自动化 所以我用了四天的时间 好好地跟ChairGPT聊了个天 沟通了一下 让他帮我写了十几个小程序 基本上把我零散的工作全部自动化了 那这些自动化程序包括了什么呢 一个是一键加价 大家都知道我的AI课程是每个礼拜都在涨价吗 所以呢其实我每个礼拜都要花一些时间 把这个价格调整一下 但现在不用了 我基本上就是一键加价 那就是我的视频出来之后呢 我一般是要把它推广到 我的七个微信群 学员的Discord群 Telegram群 九点半的付费交流群 还有脸书 Facebook的各种各样的群 现在呢我还要加上Twitter 就是在六个不同的软件或者是网页这种穿插 那每天都有大量的精力啊 我是花在这种推广和分享上面的 所以我就是灵机一动 就想说 诶 TGPT不是会编程吗 我就重拾了 我已经放下了20年的编程 我真的是一行代码都没有写 然后就完成了 把我的杂活 零散工作 自动化 几乎都是一键完成 那大家有没有同样的困扰啊 就是说你所要做的杂七杂八的事情 实在是太多的时候 你没有办法真正去专注于你真正要做的事情 或者你要走的方向 那我就真的是好好利用了四天的时间 我用这四天的时间所写的代码 所做到的事情 我觉得比我大学整整四年学到的东西都要多 我总结了一下为什么 就是因为我是真正要做一样我想要做的事情 而去问TGPT 而他来针对我特定的问题来做回答 所以我的学习曲线是指数型上升的 我在大学读电脑的时候呢 一上来就是那种计算机基础 然后没几分钟我就开始犯困了 因为计算机课程里面学的东西几乎是与我无关 大学虽然读的是计算机系啊 就是Computer Science 但是毕业的时候呢 我问自己我读了个啥 我突然回答不出来 我想说那我学到的技能能干啥 我也答不出来 因为在大学时期后两年的功课 其实都有点难度了 那那个时候呢 我最厉害的事情就是抄功课 我能抄到让老师看不出来 这只功课是抄的 这是我的一个技能 那我记得我都是抄两位同学的 一个是日本同学 一个是香港人 没有他们两个人的话呢 我是肯定毕不了业的 但是我厉害就厉害在 能够让老师没办法查出来我是抄的 而Changept和各种聊天机器人 他写代码的时候呢 都给你准备好了那个copy的键 你只要轻轻地点它一下 就已经可以抄功课了 他就是一个完美的同学 写好了功课等着你去抄 那我们唯一要学会做的事就是提问 那这期视频我先是会给大家展示一下我自动化的一些流程 然后再带大家看一个自动化插件 还有带着大家写代码 真的是零基础素人都能编程了 我保证你看完这期视频之后就具备编程的能力了 所以呢别忘了点个赞 订阅我的频道 还有开启小铃铛 先给大家介绍的这个Axium.ai 是一个Chrome的一个小插件 这个挺好用的 我已经用它来做了几样事情 但它也有它自己的限制 就比如说我这边有个 Add Price Plan Teachable 就是我自己的 那在这个里面呢 就是我知道说哪里要改一下 就比如说我要涨价了 那Text Amount 那我点开它 这一次呢我要涨到100 我就把它设置成100 然后呢就保存Axium has been saved 然后我就直接Run 我现在这个直接Run in Cloud 它就可以帮我perform 我就点它 点完之后要稍微等它一下 它会开一个新的窗口 来到这里呢 就是我本来是90美刀嘛 现在我就直接让机器人帮我去改价钱 然后呢所有的名字啊 Subtitle啊 然后价钱啊都是它帮我改 改完之后呢 它还会帮我把之前的 旧的90美刀的计划给删除掉 就是我每次要改价钱的时候 就会来到这边 让它帮我改一下 但是我本来是想让它连我的这个网站都改掉 就是网站编辑的时候预送 它是改不了的 就是有一些页面它不能够做到 我也是试了很多哈 但是它在某一些方面还是挺好用的 那还有一个我一般会做的事情呢 就是自动的去脸书分享我的链接 就是当我发出一个视频之后呢 我一定要有一个Facebook的推广 那这就是我会做的事情 然后呢先Run一下给大家看看 那就会在一个新窗口打开 然后去到我想要去的给它的那个脸书的链接 然后它就会自动帮我write something 就开始把这个链接也都弄上了 然后就是全部都是自动的 我没有做过任何的首例劳动哈 这都是它自己在做的 而且它的效率是真的超级厉害 我现在呢只需要再多找几个脸书群 来分享我的视频就可以了 那我相信这个事情呢 也是可以用机器人做到的 全部都是自动进行的 我只是需要看着它就好了 那我现在的目标呢 就是要多找几个这种中文的脸书群 如果大家有这种中文的 可以免费发广告的脸书群的话 记得在下面留言告诉我 我只需要它的链接就可以了 万分感谢 我一定是守人家规矩的 人家说不能发我就不发 当然了我也被很多的群 就是它说可以发 我发完之后它就把我给踢出群了 我也不懂啊 就是很奇怪 因为我是愿意去付费的 它把我ban掉的话 就等于说它少了一个未来的大客户哦 其实我也是被新东方余敏红的故事 感动你想 它们那个年代 它就是拎着一个浆糊桶 然后找到一个电线杆 就开始贴广告 它也不管这个电线杆愿不愿意 那如何设置Axium呢 由于太过繁琐 所以我还是会把它放在我的课程里面 在这边就不给大家添麻烦了 首先第一步就是下载Python 这Python实在是太好用了 包括Stable Diffusion 你也要用到它 小游戏编程也要用到它 所以只是你把鼠标放在download这边 然后点downloadpython 它就会下载这个application 下载完了之后 只有一个地方需要注意的 就这里add python.exe to pass 一定要点它 然后点install now就可以了 那我们来到新出的hugging chat start chatting 它中间就有一个code a snake game 我就直接点它 然后它就开始出一些代码了 还是一样啊 它就是code到一半就停住了 卡住了 我继续跟它说continue 好像它这个还不太行啊 它写到一半的代码 我们去chatGPT问一下老朋友 那来到chatGPT呢 还是很重要的 就一定要点GPT4 因为只有它的coding的能力 是比较强 我直接粘贴丢给它 它一来就分析说 你给我的代码不完整 那我给你来个完整的吧 好了GPT4已经帮我们 把这个代码完整地写完了 我们所需要做的事情 就是问这个好同学 抄功课 抄完之后呢 打开你的notepad 开一个新的notepad 把这行代码粘贴到这里 然后把它保存为 save as 名字我就把它放在桌面上玩好了 就叫做snakegame.py 记得要保存为.py 然后把这个text documents 变成all files 保存 保存完之后呢 就要去你的desktop上面找了 好 我们已经找到这个snakegame了 右击它 right click open with python 它就来了 但是呢 好像有点 有点那个 它这个 跟我上次的那个 不太一样哈 但是这就是一个代码了 如果你点到那个红色的点点 就等于赢了 就是这个蛇就吃了 嘿嘿嘿 怎么那么难呢 怎么点不到 好吧 这肯定是有问题的 我给大家打开我上一个那个snakegame好了 我之前提问切gpg的时候呢 我有把这个名字告诉它 所以它出来的代码呢 就比那个刚才我不给名字的 直接复制粘贴代码的要强很多 直接 右击open with python 好 来了 就在这边 然后我是可以控制它的 好 成功 恭喜你 你已经会编程了 就是这么简单 你已经写了个游戏了 而且一行代码都没有写 有了gbtc写代码 就真的是跟玩一样的 你就跟那个机器说 我要什么东西 它就写给你了 给大家看一下 就这么几天的时间 切gbt已经帮我写了那么多的代码 其实还没完呢 这个里面还有那么多呢 那我呢就 想要进一步地去完成一件事情 就是我已经成功地 把我的短信 在一个小notepad里面的 我要发出去的message 这是我的文案和我的课程链接 那我之前呢 已经成功地把它发到了 微信群 九点半网站 discord 还有一个地方 我暂时还没有试 这个运行的代码 我都没有去问xgbt 所以我现在就 跟大家一起 试一下 运行一下 看看它能不能帮我 做这个事情 先给大家演示一下 我是怎么推送 我的这些短信的 那首先呢 我是创建了一个文档 它这个文档呢 就是有我要发送的 信息跟链接 然后呢 有一个 我已经写好的 可运行的 Auto Hockey Launcher 然后这个时候呢 我在键盘上面 我在Ctrl Shift加 B 它就开始要执行 我要让它 写的内容了 首先我是去 微信群这边哈 好了 它开始正常运行了 就是有时候呢 刚刚开始的时候 会有点glitch 因为我是让它 要停止的 就是不要让它 那么快 我每一步呢 中间都有一个等待 它在四群已经发了 现在到了五群 五群也发了 现在到六群 六群发完之后 到七群 微信的已经发完了 这个时候 它就打开了 我的discord 找到了我们的 这个discord 然后已经发完了 那个hugging face了 然后现在来到了 九点半 九点半也发了 所以在所有的 这些转信上面 全部都发完了 真的是太有效率了 好了 那我还有一个地方 没有发 那就是twitter 所以我先打开twitter 首先我得sign in 就是说这个事情呢 还是得稍微要 进来之后 我要知道 它的位置在哪里 那我会怎么做呢 当然还是要打开 我们的好朋友 切gpt 那由于我之前写过的 discord的这个code 是最像的 所以就是说 直接在一个 社交媒体的网站 打开链接 之后 我就可以发短信嘛 那我几乎就是跟这个 一模一样的 然后我就 直接把这个代码 丢给它 那这个代码呢 我也会在 我们的课程里面 发给大家 我先把这个代码呢 就都丢过来了 然后它就现在就 开始 那同时间呢 我想让它做的事情就是 Can you post the same content to Twitter with link 我把Twitter的链接 发出来了 就是Twitter home 我的步骤呢 就是先把我之前 已经运行的通的代码 丢给xgpt 让它去理解 我再跟它说 你能不能把同样的内容 发到Twitter 这个链接上面 那同样呢 它就跟我说 你可能要点的地方 就是这个鼠标点的地方 会不太一样 那我们就用 我们之前写的小程序 来测试一下吧 直接找到 find mouse position 然后呢 那直接在这个地方呢 我就打cmd 然后换起 这个系统对话框 然后在这边 抄一下 这个名字 打python 空格 find mouse position 点py 然后这个时候 它就有一个 老鼠的坐标 但是呢 我现在要找的地方是这里 是这个地方 所以我只需要把我的老鼠 放在这个地方 千万不要点 然后呢 我在上面 在点上键 它就会执行 上面一个命令 hit enter 然后我就大概知道 x的坐标是663 y的坐标是243 我就直接把这个点 放上去看它懂不懂 它真的懂了 因为 它的确是把这个点的位置呢 改到了这个代码里面 所以很简单啊 我们继续 copy code 然后来到我们的小notepad 开一个新的小notepad 然后直接ctrl v 把它粘贴到里面 然后点file save as 就把它保存到 我所有运行的这种文档 的一起啊 因为我的理念就是说 我一个一个来 那 等每一个都运行成功的时候呢 我再把它给 合到一起 我会把它保存为 all files 然后这个名字呢 就叫做 broadcast to twitter 点py 然后保存 然后回到我们的这个文档这边 在这个文件夹里面 就看到它 就在这里了 broadcast to twitter 然后把它的名字稍微抄一下 在上面 这个低盘的 这个链接的这个地方 打上cmd 然后打python 空格 这个名字 点py 看看它会不会做 它真的来了 它会做什么呢 现在 它真的会 它真的就把 这个链接就发上去了 我们发推 有没有一个快捷键呢 问一下 好 我直接就跟它对话说 can you send the content after pasting 它现在就在开始想 我先给大家看一下 因为 如果我要发这个推的话 我的推特的长短 就决定了我的这个 发推的位置 可能是上面 可能是下面 但是我不知道 有没有什么快捷键 就直接就把它发出去 所以这也是我在想 我问一下 推特有没有快捷键 Is there a hot key to send send out tweet on twitter Oh there's no direct hot key to send out tweet Oh 它说 press tab OK 那我就要 尝试一下哈 我再开一个 推特的主页 就比如说 我 tab一下 OK 第八线 发送 OK 我明白了 所以呢 我要 hit 8 tabs 我要跟 设计pt沟通一下 让它帮我写 你能不能帮我把这个内容粘贴之后呢 打八次的tabs 然后再按回车 它又开始写了 我们这次看看它行不行 来 copy code 再来一次全选 覆盖 保存 然后重新再 run一次python 好 来了 它把它给复制了 然后现在正在按tabs 看看是不是到第八个 成功了 它直接发推了 好 就是这么简单 有没有觉得写代码根本不用写了 不用写了 你会步骤就行了 我突然想到了 我学编程用的时间 就最近这四天吧 我用车gbt学习所能做出来的事情 比我在大学用了1461天还要多 因为它做到的事情是我真真正正能够用到的 而这时间呢 大学学习时间是gbt的365倍 就真的是AI一天等于人间一年 那再想想我学习所要付出的代价 那现在我的课程呢 还在涨价中啊 我的目标价是一千美金 但是我公立大学花了学费 生活费 住宿费 这些绝对是要十万美金以上啊 所以大家有没有觉得 以后的世界会非常的不一样 我花的时间又长 价钱又贵 未必能够有跟车gbt学习来得更快 所以还是要推荐大家去购买我的课程啊 好了 这集就说这么多吧 因为我现在要去研究 怎么样把我的google sheets里面的 meet journey prompts 给打到meet journey里面去了 就是用代码连google 连完之后直接在discord上面打指令 我看看能不能做得到 如果能够做得到的话 那下个礼拜会跟大家讲啊 那其实除了刚刚我所介绍的这些代码之外呢 我还写了好多好多代码 热度比较高的话题 我都会在课程里面跟大家分享这个代码 但最近真的做客 话题太多了 根本做不过来 我发现真的是太多东西想跟大家要讲了 最近我收到的一个问题啊 就是数字人网站没有free credit了 然后问了他们的客服啊 其实你有什么问题都可以在这个地方点他的客服 然后呢我就问他说 哎 怎么好像free credit没有了 他就说的确就是之前sign up的人就有 然后现在就没有了 所以呢记得要订阅我的频道 要紧紧跟着我的这个频道 可能是因为我推广之后 就是太多人去好羊毛 他们受不了 把这个免费一分钟的计划给停了 还有小伙伴在问我怎么样对齐口型 这个呢我在课程里面也会上一个 专门跟数字人相关的 真的就是一键对齐口型 那我的课程虽然还是预售状态 但是其实已经有很多的部分可以去学习了 就包括了提示工程 怎么样零基础都可以做游戏 还有数字人的部分 me journey 绘图 等我工作流程自动化的这部分做好之后呢 我会再讲stable diffusion 还有一些其他的AI工具 所以课程大纲大概是这样子的 现在还是预售状态 因为还是正在做课中 感谢观看